大陆街头上也很温馨的一幕 这是武汉一名男子 他特地穿上米老鼠的人偶装 对着正在逛街的怀孕妻子跳舞 接着下跪求婚 让妻子又惊又喜 男子其实是为了要弥补四年前结婚 没向妻子浪漫求婚的遗憾 热闹的武汉大街上 来了一群可爱的人偶 边跳舞边拍手 装扮成米老鼠的人 手拿一大束鲜花 突然向这一名短发女子跪下来 短发女子好惊讶 以为乔装米老鼠的人是广告宣传 头罩一脱下来 原来是她的老公陶先生 两人当年在上海相识相恋 四年前回武汉定居结婚 就是少了浪漫的求婚 陶先生一直记在心里 从事是礼拜三晚上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当会有活动 然后就没有回 然后别再买一等 我要说我当会加班 别再买一等 原来加班只是借口 这场秘密策划的求婚仪式 完美画下句点 让得了四年的妻子 弥补心中的遗憾 我觉得我会挨她一辈子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